作为舞台上超亮眼的偶像,蔡徐坤似乎从来没有让大家失望过,一直专注音乐道路的她,在每一次舞台上的歌唱和舞蹈都很努力,也很投入,尽显出独特的表现力与个人魅力,每一次看她的舞台表演,粉丝和观众都觉得是一次试听的极致感受 不久前,蔡徐坤在TMEA音乐盛典连拿三项大奖,分别是年度最具号召力歌手,年度最具影响力唱作歌手,以及其单曲情人荣获年度十大单曲 而在这一次盛典上的舞台,她也同样没有让人失望,感受她,孟良首歌的演绎,带领观众走进一篇精心调制的浪漫史诗 高级感分为营造的五美灯光,将舞台的复古气质展现地恰到好处,加上极有故事感的视觉画面,让人沉浸在这两首歌的浪漫情怀中 尤其,蔡徐坤嗓音深沉且个人表现力完满,无论是演唱还是表演状态都尽数将情感诠释到位,可圈可点,更让这一次的舞台成为一场视觉与听觉的双重享受 而这一次的舞台之所以如此成功,其实背后也是有原因的 日前,TMEA工作人员爆料,蔡徐坤是唯一一个连续两天都报名彩排的歌手,她拜托导演组一定要留足够的彩排时间给她 她特别在意这次舞台的效果,让人看到了一个对舞台始终追求完美的蔡徐坤 所以蔡徐坤之所以每次都能在舞台上那么轻松自由,游刃有余,是因为她在大多数人看不到的地方付出了更多的努力 而如此对舞台表演用心,负责的蔡徐坤,也是让不少粉丝得知这一事件后被大大的感动到,对其更是赞不绝口 蔡徐坤对舞台的热爱一直都是满满的热情与认真,对舞台真的用心,把好的留给歌迷 蔡徐坤之所以能够获得如此多粉丝的喜爱,或许也离不开她始终对舞台抱有敬畏和真诚 每一次的舞台表演,蔡徐坤都在发挥着自己的极致灵感与个人审美 更重要的是她对粉丝负责的敬业态度,让我们看到这个灵气与用心兼具的偶像,真的是值得大家对她的爱 感谢观看